除了搭船的人很多 开车上路出游的人也很多 而为了要关心国庆廉价的书运状况 交通部长林佳龙 到了国道南部行控中心来视察 在国道1号中部路段 上午8点就出现了南下的车潮 9点左右从彰化系统 到彰化交流道的6公里路段 出现了车潮20到30公里的红色路况 而车辆是缓慢的 行车一路走走停停 跟北上一路顺畅 呈现了明显的对比 交通部长林佳龙一早抵达 高工局南部交通控制中心 关心国庆廉价第一天 在各路段的车况 从一幕中看到有翻车事故 他表示国道大致顺畅 几个异庸色路段要特别注意 加强的交通书运的宣导跟管制 到目前为止输运的效果也相当的良好 特别是国道大致是顺畅 而在国道一号中部路段 上午有不少状况 国道实施扎道移控管制 国一主线车道从南下188公里 王田路段开始出现车潮 不过行车时速仍有90到100公里 但过了南下192公里 彰化系统交流道疑似受到碰撞事故影响 车速剩50公里 造成后方一路回堵 甚至时速一度剩不到30公里 车辆速度缓慢 走走停停 为了避免大塞车 高工局也开放路肩 让小行车通行 华尔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